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欧国家大兜人口密度较低 生活安逸 老人也多数长寿 近年来芬兰的人均寿命已达到80.5岁 丹麦也一直被冠以高龄天堂的称为 北欧的老人保持着崇尚大自然的体系性 更倾向于享受现代文明以外的原始生活 他们对乡下生活情有独钟 喜欢体验原始形态的木房子 还有不少北欧老人喜欢在森林里建房子 享受富含富离子的森林空气 北欧四国经济发达 都是福利性国家 富而不奢 注重时效是北欧老人的建筑特点 北极圈内每年会有大量的时间 处在极昼或极夜状态中 因而北欧的老人特别喜欢追着太阳跑 不少老人在泰国 土耳其等地买了房子 特别是在极夜的时间段 常常搬到国外享受阳光旅程 挪威老人喜欢运动 即便是老年人 他们也经常去滑雪 在海上游泳 甚至有的老人还特别喜欢翻船项目 海上运动不但能增强老人的心肺功能 还提升了他们身体的灵活性 有助于延年益手 瑞典老人喜欢玩乒乓球 有的老人特别喜欢旅行和挑战自己 在他们的意识中 不管什么年龄 都要保持年轻的心态 瑞典有很多老人退休后 又开始第二次创业 退而不休成为一种新风尚 丹麦老人喜欢骑自行车 在丹麦 有相当一部分自行车是免费提供给市民使用的 许多老人都喜欢将骑自行车作为一种运动和消遣 二 瑞士 同一家族的老人抱团居住 瑞典的养老机构和养老制度都非常完善 老人到一定年龄后都可以申请住进去 安心度过晚年 而现如今 在瑞士 老人中又兴起了一种新的养老模式 家族养老 四 五个来自同一个家族 有血脉关系的亲戚 共同住在一个养老院中 构建一个新的家庭 老人们身处浓郁的家庭氛围中 有着共同的美好回忆 甚至是童年一起长大的经历 这让老人在情感上能够得到很大满足 在这样的养老院里 还有专职的保姆 负责采买蔬果 口粮和日常用品 做好一日三餐 洗涤大件的衣物 时间银行是由瑞士联邦社会保险部开发的一个养老项目 人们把年轻时照顾老人的时间存起来 等将来自己老了 病了或需要人照顾时 再拿出来使用 申请者必须身体健康 善于沟通 充满爱心 每天有充裕的时间去照顾需要帮助的老人 其服务时数将会存入社会保险系统的个人账户内 瑞士老人只要能活动就不愿意待在家里 许多小杂货店 餐馆 小酒店 咖啡馆 服务员都是老人 他们每天无偿工作三个小时左右 店主给他们提供一份免费的午餐 许多知识丰富的老人还喜欢做义务导游 引导游客 游览当地建筑 并讲解历史和典故 把乐趣 爱好转化为一种服务力量 健康老龄的观念在瑞士越来越深入人心 由于文化差异 美国的老年人们退休后 往往很少帮子女们带孩子 而是选择搬到一个适合养老的地方以养天年 美国老年人热爱室外活动的占大多数 美国的老年人经济条件好的 多数都喜欢打高尔夫球 由于现在美国民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打高尔夫球的人便多起来了 美国到处都有高尔夫球场 美国的老人也很喜欢到健身活动中心进行运动 很多人在退休后选择走出家门看天下 在美国老年人群中盛行养游结合 老年夫妇喜欢开着露营车 房车 周游美国 甚至是周游世界 房车被美国老人称为是车轮上的家 既是车又是房 可以上路也可以煮饭洗浴 老人们还会给自己装上又大又舒服的床 在房车里享受自由而充满乐趣的旅行 在美国 老年房车旅行者的技术大 在露营地等地方可以结识 许多有共同爱好的房车旅友 可以一起交流最新的房车技术 分享旅行途中的见闻 大多数美国老年人都偏爱运动于大自然 不管是高尔夫 房车 亦或是爬山 骑醒 他们一直在运动中 这些老年人往往拥有更健康的身体 他们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 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的同龄老人 美国的老年社区服务中心制度 已经趋于成熟 对于年老体弱或丧偶老人 每天有专车接送到老年活动中心 有免费早餐和午餐 此外 社区还会定期组织一些老年人活动 活动中心还有桌球 保龄球 舞厅 电视 等各种文化娱乐设施 美国很多老人都会去参加大学 继续教育课程 而且收费很低 甚至免费 四 德国 低价租房给年轻人一起住 德国被戏称为欧洲老人院 德国老人的退休生活 可谓是丰富多彩 时间安排得满满荡荡 在德国 不管是在小树林 公园 林小道 还是多脑河沿岸 随处可见晨跑的老人 很多社团组织 比如高尔夫协会 慢跑协会 读书协会 老年人常常是中间力量 协会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 如聚餐 友谊赛 大家既可以锻炼身体 又可以相互交流 排遣无聊和寂寞 德国老人近年来 追捧一种同居式养老 很多老人厌倦 养老院里的单调生活 于是便有一些 并且自取乡头的老年人 自愿组合在一起 搭伙养老 此外 德国的出租屋很稀缺 房屋也很贵 年轻人普遍租房难 于是 一些老人甘愿把自己的房子 以极低的价格 甚至是免费 提供给年轻人和他们一起住 年轻人承担部分 陪老人聊天 打扫花园 外出采购等义务 德国上了年纪的女性 依然关注时尚 追逐潮流 在德国的时装店中 经常可以看到老年人在试衣服 他们的打扮潮流而不适得体 喜欢有风度的老趣 德国老人还喜欢听古典音乐会和歌剧 还喜欢在画廊和博物馆驻组 有时会拿着自己喜欢的书籍 在画廊的咖啡馆坐一下午 享受宁静的时光 德国老人特别喜欢园艺 他们在自己门前都会留出一亩三分地 来种植各种美丽的花草 德国还兴起了一种出租老年人的服务 德国年轻的单身家长 可以租个老年人回家 帮忙照顾孩子 这种服务不仅让负担沉重的单亲妈妈 以及带孩子压力大的夫妇 减轻压力 还可以吩咐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5.日本 政府鼓励老人在就业 在日本老人和子女的关系 都是相对独立的 就像很多欧美的家庭关系一样 日本的子女成年后 基本会离开父母 前往城市打工并租住公寓 而在结婚后 则自己独立买房居住 如果家中有了儿女 日本人更加习惯于让太太在家照顾 男人出门工作 养活家庭 而不需要老人帮助看管 而对老人也没有接到家中赡养的传统 当然了 大部分人家还是和父母的关系 保持得非常亲密 并经常带着全家回父母家探访 但经济上依然是相对独立的两个家庭 日本政府鼓励老人在就业 倡导由老有所养型社会 转变为老有所为型社会 日本的高领 雇佣保险法 加大了雇佣高领者的企业 进行奖励的力度 还对高领受雇者给予一定的补助 目前65岁以上 仍在工作的日本老人高达570万 占劳动力大军的比例 排在发达国家首位 日本很多的司机和餐厅服务员 都是白发老爷爷 许多老人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还会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 日本老人特别热衷于通过志愿者活动 为外国人讲解日本的历史 生活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类似的志愿者活动 让他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因年老 而被社会淘汰 反而可以利用自己丰富的社会经验 在志愿者岗位上发挥更大的能量 退休后 有条件的会开着车四处旅游 或者参加各种兴趣班 学习年轻时候 因为繁重的工作节奏 无法学习和享受的乐趣 大部分老人在社区就能找到 并加入自己喜欢的兴趣小组 这些小组 有的是由地方政府支持的免费项目 有的是大家自愿组织的 仅需要自发的缴纳成本费用 还有的则喜欢回归乡下 回归慢节奏 休闲的淳朴生活 在日本比较流行的老人兴趣班 有合唱团 插画社 围棋社 高尔夫球 茶道 书法等等 7.土耳其 崇尚田园生活 种菜 养鸡 自给自足 如今不少土耳其老人都开始崇尚田园生活 他们退休后最大的乐趣就是离开城市的喧嚣 搬到乡村生活 很多土耳其人在退休前就会将养老的地点选好 一般他们会选择位于南方的乡村 因为南方的气候更加温暖和潮湿 气候宜人 选好地方后 他们会请设计师和建筑师为自己设计并建造一栋适合自己的 符合自己居住和生活习惯的房子 这些房子往往都带有自己的小院 他们退休后便在自家院子里种绿色蔬菜 并饲养一些家庭 自己自足 土耳其人年轻时大多口味重 肉食多 回归乡村吃自己种的蔬菜 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老年 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